但是他却在媒体镜头前公开引述了一份有关选情的民调数字 民进党立刻质疑他违反了选霸法当中 选前十天不能够公布民调的规定 国民党中央虽然在第一时间还反驳 中常会并不是公开场合 但是秘书长詹春博今天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他说马英九是因为一时不查才会脱口而出 愿意向社会大众道歉 而对于中选会的任何惩处 马英九跟国民党也都会接受 选前十天依据选霸法不能公布民调 但国民党主席马英九25号在宜兰的行动中常会上 却脱口引述一项宜兰县长选情的民调数字 引发外界触法的质疑 国民党第一时间表示 马主席这番谈话是在中常会上 对中常委讲的并不是公开对一般选迷 民进党则要中常会彻底清查 严禁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 选举的主管机关对这个事情能够多加注意 不要变成这一件事情起了后面的示范作用 面对外界压力国民党秘书长张春博表示 马英九在谈话时一时不查才会有这样的发言 对此感到很抱歉 马主席深感不安 认为有必要向社会大众表达歉语 并且不论选委会对于这一件事情 是否违法的认定 结果如何 马主席与本党都会接受 不过中选会表示 由于马总统的发言是发生在宜兰 因此应交由宜兰县选委会进行决议 会给当事人马英九总统 有十天的时间来陈述意见 然后我们会就他手陈述意见 跟我们收集的事证来判定 是不是有违法选办法的规定 也就是说最快也要等到12月5号 三合一选举过后才能进行调查认定工作 再将裁决结果承报给中选会 如果确定马总统违反选罢法 将可以除50万到500万元不等的罚还 记者零信谢陈吴玉如综合报道